我们是大学一毕业就结婚了 我们是初恋 以前为了跟他上同一所大学 我放弃了自己喜欢的专业 后来工作的时候 也是他选哪个公司 我就去哪个公司 结婚以后我就把重心 都放到了家庭上 不管在感情里还是婚姻里 总有一个人 要做多一点的牺牲 从一而终 那房子是在谁的名下吗 是他府的首付 所以房本上没有我的名字 但是结婚以后 贷款都是我还的 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 我们俩要分这个房子 不过这样子 财产分割上 可能会有点麻烦 如果我经济宽于 一些的话 我可以选择净身出户的 只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未来我都要一个人生活 还要付房租 虽然他耽误了我的青春 但是我一点都不想要 任何赔偿 我只是想要属于 我的那一份 我明白了 听说 他还有婚内出轨 对 他提前很久就开始准备 离婚的协议了 还把他怀孕的 怀孕的女朋友送到了国外 我们俩已经没有任何感情了 我只是想拿回属于 我的那一份 婚一定要离的 好 白小姐 别担心 我会尽全力帮你打赢官司的 谢谢 你就应该找一个 从一而终 温柔贤淑 成熟理性的女人 我说你呢 就别添乱了 我刚才想了一下 我觉得人 不能总是生活在舒适权利 我要是你的话 我一定会挑战一下唐长的 说什么你 你叫工作